不愧是输出全靠后 生怕悟空突然喊断起了 想必此时的贝极塔已经哭晕在厕所里 悟空不但达到超二极限还突破到超三 就在刚才孙悟范拔出了戒王神剑 龟仙人也获得一次吃豆腐的机会 孙悟天和特兰克斯也开始修炼融合 巴比迪竟然全球通缉特兰克斯和孙悟天 坦言特兰克斯和孙悟天要是不出现 自己就将西之都毁灭掉 此时的特兰克斯很是愤怒 因为自己的爷爷和奶奶还在西之都 但是悟空觉得没必要去理会 只要学会了融合一切问题迎日而解 结果布马却告诉悟空 唯一的龙珠雷达被自己放在了家里 一旦西之都被毁龙珠雷达就没有了 于是悟空让特兰克斯回家拿雷达 自己则是负责去牵制魔人波欧 说完悟空一个瞬间一动 立马让胖波欧停住了脚步 看着突然出现的悟空 巴比迪和胖波欧丝毫没有害怕 毕竟贝基塔都被逼得自爆了 更别说和贝基塔实力相当的悟空 然而悟空却一脸镇定的模样 坦言自己是过来拖住胖波欧的 听到这话的巴比迪和胖波欧都笑了 吐槽悟空是一个不自量力的蠢货 然而悟空并没有生气直接变成超三 只不过悟空是直接变成超二形态 但是巴比迪一点都不慌 因为贝基塔当初也是这个形态 结果还是被胖波欧打败了 可就在这时悟空却说超二或许不行 可超二之上的超三就另当别论了 说完悟空直接从超二形态变回常态 因为悟空要从头演示一遍 只见悟空再次变成超一形态 随后又再次变成了超二形态 紧接着悟空握紧拳头开始低声怒吼 可以看到悟空拿出了吃奶的力气 仿佛有种随时会喘不上气的感觉 随着悟空不断地输出全靠吼 所散发出来的气息越来越强大 整个地球瞬间掀起了湿机飓风 这时悟空的头发开始逐渐地变长 强大的气息让高楼大厦的玻璃碎裂 无形之中的磁场影响电视的信号 反观此时的悟空一声怒吼结束了变身 只见悟空的模样发生了变化 眉毛已经不见了看上去像个恶人 就连巴比迪都被悟空的模样吓坏了 只见悟空的身上出现雷光缠绕 再加上长长的头发看上去就不好惹 随后悟空告诉巴比迪和胖博 这就是超级赛亚人三形态 与此同时远在戒王神界的孙悟凡 竟然也能感受到悟空的强大气息 但是悟凡立马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结果戒王神却震惊地告诉悟凡 这股气息正是悟空的气息一点没错 听到这话的孙悟凡再次被震惊到 另一边悟空抓住胖博的小触角就是一拳 随后又连续挥出竖道拳头进行攻击 超三的强大实力直接碾压胖博 此时的胖博根本无法挣脱悟空的束缚 这时悟空在原地转圈圈后甩飞胖博 于是胖博的身影砸入高楼之中 但是悟空并没有进行堵刀 以防伤到地面上的普通人 这时胖博的身影从浓烟中飞了出来 随后露出一副邪恶的笑容 突然胖博的手臂便长后一拳打脸悟空 悟空立马又还给胖博一脚 下一秒这场战斗就变成了回合游戏 随后两人你一拳我一拳难以分出胜负 可下一秒悟空爆发出更强的力量 胖博直接被全程压制了 只见悟空挥出的每一拳都带有闪电 臂旁的巴比迪也是厉害 如此近距离的观战竟然安然无恙 可就在这时悟空踢出的一脚发生了意外 只见悟空的身体逐渐被吞噬 胖博通过控制自己的肥肉 将悟空一点一点地挤进自己的体内 很快悟空只剩一只手留在外面 紧接着只露出半张脸了 危急时刻悟空再次提升自身的力量 以胖博欧为中心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最终悟空成功挣脱了束缚 反观胖博欧则是变成了一张纸 但是很快胖博欧又恢复了过来 悟空趁机朝着胖博欧施展的龟派气功 龟派气功直接贯穿了胖博欧的身体 然而悟空神情名重 因为胖博欧只是吸了口气又恢复了过来 与此同时特兰克斯终于找到了雷达 二话不说开始返回天神殿 悟空也察觉到特兰克斯的气息在移动 于是悟空也没有继续战斗的欲望 直接从超三一路变回常态的模样 看到悟空居然不打了胖博欧有些失望 然而悟空临走前还要挑拨理解 坦言胖博欧的实力很强大 不应该屈服在巴比迪的手下 说完这番话后悟空就离开了这里 此时的巴比迪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指责胖博欧竟然让悟空逃了 却不知道此时的胖博欧一脸的杀气 但是大丈夫能伸能屈 胖博欧将自己的杀意隐藏了起来 随后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靠近巴比迪 就在巴比迪放下戒备心的瞬间 胖博欧再次露出了杀意 直接伸出手抓住巴比迪的脖子 如此一来巴比迪就无法念出封印咒语 胖博欧二话不说一拳就将巴比迪杀死 另一边悟空已经回到了天神殿 而特兰克斯也将龙珠雷达带了回来 因为悟空的时间所剩不多了 所以开始教导两人练习融合 只见孙悟天再次变成了超赛 特兰克斯同样也变成了超赛 两人已经能将气息控制在相同的水准 很快金色的光芒也逐渐地消失 两人再次变回常态的模样 而悟空也开始了第二步教训模式 只见悟空一边摆出动作一边进行讲解 看着悟空这个不亚于金纽特战队的舞步 直接让一旁的比克看得目瞪口呆 众人也只能忍着尴尬全程看完 特兰克斯却忍不住吐槽这个姿势好丑 反观此时的悟空已经开始喘气了 可见超三的消耗无比的巨大 所有人当中也只有比克发现了这点 这时悟空让特兰克斯和孙悟天 开始左右对称进行练习 奈何孙悟天和特兰克斯年纪还小 根本不知道左右对称是什么 陷入沉思的悟空想到了办法 自己和比克现场演示一遍 随后悟空看向了比克 直接把比克下的脸色都绿了 悟空居然让自己做这种肝大的姿势 虽然比克的内心极力的反抗 可最终身体却无比的诚实 只见悟空再次讲解举起了双手 必须呈现90度的比值 反倒是比克一副不敢见人的模样 当悟空说出融合的瞬间 比克的神经瞬间紧绷了起来 随后和悟空做出了融合的舞步 最终两人的手指彼此触碰在一起 这就是融合的整个过程 孙悟天和特兰克斯认真地看完了 而比克看着自己摆出的姿势 脸色瞬间忍不住红了起来 就连身后的克林和归线人看到 都怀疑这样真的能打败胖波欧吗 反观比克却询问起悟空 原先是不是打算和贝基塔练习这一 随后比克又说即便贝基塔还活着 估计是死也不愿意和悟空练习 听到这话的悟空疑惑地询问为什么 看到悟空的询问比克也不好回答 总不能说这个融合过程很令人尴尬吧 就在这时孙悟天和特兰克斯也开始了 不出意外两人的动作错误连连 就连双方的手指都无法准确地触碰 悟空看到这一幕也觉得头疼 于是孙悟天和特兰克斯开始第二次尝试 这一次比上一次进步了许多 于是悟空让两人多练习几次 很快就能将融合学会了 可就在这时特兰克斯却停了下来 并且吐槽这个姿势真的好丑 悟空一听坦言姿势明明很帅 并且学会之后真的能变得无比强大 特兰克斯一脸怀疑的模样 随后让悟空变成超级赛亚人三 因为刚才去拿龙珠雷达都没能亲眼看到 孙悟天见状也表示自己也很想看 这其实就是一个伏笔 为悟天克斯能变成超三所做的铺垫 悟空觉得自己也不剩多少时间了 所以答应变成超级赛亚人三 但是要求两人事后要好好练习融合 孙悟天和特兰克斯一听无比的高兴 只见悟空率先变成了超一形态 强大的气息直接将比克阵退了几步 随后悟空再次爆气 身上开始出现了雷光缠绕 坦言这就是超级赛亚人二形态 孙悟天和特兰克斯直接被吹飞 比克看着悟空的气息正在快速地提升 并且随着悟空的怒吼声不断地响起 闪烁的雷光更加地密集 头发竟然也开始逐渐地变长了 孙悟天和特兰克斯都不敢眨眼睛 生怕错过最精彩的部分 只见悟空又是一声怒吼结束了变身 天神殿上也终于恢复了瓶颈 但是孙悟天和特兰克斯却被震惊到了 就连比克也被震惊的脸色都绿了 因为悟空已经成功变成了超三形态 孙悟天和特兰克斯上前观看 瞬间成为悟空的小迷地 但是超三对体力的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再加上悟空自身的时间本来就不多了 以至于悟空很快就从超三变回常态模样 悟空知道自己已经没时间了 临走前让两人要好好修炼融合 果不其然悟空刚说完话的瞬间 占卜婆婆就出现了 告知悟空在地球上的时间已经没有了 悟空健壮将练习融合的事情交给了比克 让比克好好监督孙悟天和特兰克斯练习 琪琪得知悟空即将要走冲了上来 看着悟空一脸不舍的神奇 因为自己在这天不但失去了大儿子孙悟范 就连老公也即将要离开了自己 但是悟空让琪琪不要伤心 毕竟现在还有悟天这个儿子 就在这时比迪利突然开口 坦言自己觉得悟范并没有死去 但是克林却说了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自己已经感知不到悟范的情 可没想到悟空却认同了比迪利的话 听到老丈人的认可 比迪利瞬间忍不住脸红了起来 就在这时占卜婆婆催促悟空要离开了 可就在这时孙悟天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悟空见状询问悟天还有什么事情吗 琪琪立马就看出悟天的意图 坦言悟天是想要爸爸抱抱 悟空一听直接上前将孙悟天抱了起来 这一刻孙悟天直接忍不住了 在悟空的怀里立马哭了起来 随后悟空将孙悟天放下 让悟天以后要好好照顾妈妈 于是悟空便和众人告别返回了地府 第一时间就来询问阎罗王悟饭是生是死 阎罗王也是放下手头的工作翻开生死步 坦言孙悟饭的寿命还多着呢 高兴的悟空直接把舌道当成的滑滑梯 坦言比迪利不愧是自己的未来而袭 悟饭果真没有被魔人不殴杀死 突然悟空敢知道了什么 这个方向竟然出现了悟饭的气息 好奇的悟空顺着气息施展瞬间一动 反观此时的孙悟饭正在戒王神剑 如今已经能自由挥动戒王神剑了 然而就在孙悟饭挥出下一剑时 却差一点手刃轻跌 幸好悟空的反应能力不错 不然自己就脑袋搬家了 这时悟空才注意到悟饭的服装怪物 随后悟空又发现戒王神也在这里 反观杰比克一脸震惊的神情 疑惑悟空一个凡人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随后悟空给众人讲述了地球上的事情 得知魔人不殴在地球上肆无忌惮地杀人 所有人都露出了愤怒的神情 这时悟空看到孙悟饭身边的戒王神剑 于是孙悟饭将戒王神剑递给了悟空 即便是悟空第一次手握神剑也被震惊到了 可这时戒王神却露出震惊的神情 因为悟空竟然也能挥动手中的戒王神剑 如果悟空变成超级赛亚人3的话 估计戒王神剑的重力宛如鸿毛 因为悟空只用一只手 就把戒王神剑递给了孙悟饭 不到半天时间孙悟饭进步飞快 常态下已经能自由掌握神剑了 这也就意味着戒王神剑的寿命即将终结 因为悟空马上就要搞事情 坦言悟饭都练了这么久了 是时候尝试一下实战训练 悟空看到自己屁股下的巨石就不错 于是双手将巨大的石头举了起来 对于戒王神剑孙悟饭还是很有自信 只见悟空将手中的巨石扔了出去 孙悟饭一声怒吼瞬间挥出一剑 巨大的石头轻而易举的就变成了两半 这时戒王神觉得这样不过瘾 根本无法看出戒王神剑的厉害 于是戒王神变出一个正方形的铁块 坦言这是宇宙中最坚硬的金属 只见悟空再次将铁块扔了出去 可没想到这次却翻车了 因为戒王神剑竟然断了 不但孙悟饭傻眼了 就连戒王神也不敢相信这一命 因为戒王神剑可是传承了15代 是每一代戒王神心中最厉害的宝剑 唯独悟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毕竟是戒王神要用铁块尝试的 可就在这时戒王神突然被吓了一条 因为在戒王神的身后出现一道生意 疑惑的戒王神询问对方是什么人 老戒王神吐槽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眼力尽 自己乃是第15代的戒王神 没想到眼前之人是自己的老祖宗 反观此时的悟空又要搞事情 坦言要试一试老戒王神的实力 于是悟空突然放出一个大波 没想到老戒王神竟然没有躲开 看到这情况的戒王神急忙上前查看 愤怒的老戒王神怒骂谁竟然这么缺德 悟空坦言自己也没想到老戒王神这么多 听到这话的老戒王神就不高兴了 告知悟空自己强大的不是实力而是能力 但是因为悟空刚才无理的行为 自己是不会展示给悟空看的 聪明的悟空想到一个办法 坦言自己送给老戒王神一本黄色书籍 希望老戒王神能展示一下能力 地旁的戒王神听不下去了指责悟空 可没想到老戒王神根本不需要这些 因为老戒王神拥有千里眼 想看美女随时都能看 但是悟空坦言只能看不能摸没意思 自己有办法让老戒王神摸一摸 听到这话的老戒王神瞬间暴露了本性 随后悟空开始和身后的悟范商量 坦言悟范是不是交了女朋友 让比迪丽牺牲一下 听到这话的孙悟范直接怒了 悟空知道牺牲比迪丽是不可能了 可就在这时悟空有了一位最佳人选 于是过来询问老戒王神 对方的年纪有点大不介意吧 没想到老戒王神是真的饿了 坦言只要身材好年纪不是问题 高兴的悟空把这件事交给了悟范 毕竟自己已经死了无法回到地球 就这样悟空直接把布马卖了 自己则是和老戒王神达成了交易 而老戒王神也说出了自己的能力 可以帮助他人开发体内的潜力 因为是孙悟范拔出戒王神剑的原因 所以老戒王神要帮助孙悟范开发潜力 闲来无视的悟空直接在大树下躺下睡觉了 反观比克对于保姆的身份更加坐牢了 悟空不再直接成为两个娃的奶爸 还需要督促两人赶紧起床 必须趁早将融合学会才行 结果特兰克斯坦言自己睡了一觉 融合的过程都差不多忘完了 于是孙悟范提议比克再演示一遍 听到这个要求的比克脸色都绿了 没办法的比克只能让克林过来帮忙 对于这样请求克林是一万个不愿意 奈何克林却发现自己身后早已空无一人 没办法的克林只能赶鸭子上架 只见比克开始做出起步动作 克林也做出了相同的动作配合 只听见两人说出融合的瞬间四指相对 一旁观看的孙悟范和特兰克斯都觉得尴尬 更别说亲自示范的克林了 比克坦言这辈子都不想再做这个动作 很快就轮到孙悟天和特兰克斯修炼了 不得不说比克确实是一位合格的保姆 对于两人的错误都能准确地指出来 与此同时胖波欧没有了巴比迪的约束 只要是遇见的城市都会被一个大波毁灭 然而就在胖波欧寻找下一个目标时 却发现地面上有一位小男孩 胖波欧本想突然出现吓一下小男孩 结果却发现小男子的眼睛看不见了 于是我们发现胖波欧的本性并不坏 竟然主动帮助小男孩治愈眼睛 胖波欧的这个能力是一条致富之路 不用几秒钟小男孩就重新睁开的眼睛 胖波欧以为男孩睁眼看到自己后会害怕 结果不但没有害怕反而很感谢自己 于是两人坐在山崖边一起聊天 小男孩夸赞胖波欧是自己见过最帅的人 听到这话的胖波欧鼻子都快要翘上天了 于是胖波欧让小男孩在这里等自己一会 当胖波欧再次返回的时候 手里却多了一盒牛奶 只见胖波欧将手中的牛奶送给小男孩后 自己就飞走了没将小男孩杀死 反观孙悟天和特兰克斯在比克的指导下 已经可以开始尝试进行融合了 只见孙悟天和特兰克斯迅速地做出动作 然而众人却露出了一副震惊的神情 只见一道陌生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 比克健壮脸色都绿了 不用猜也知道两人的首次合体失败了 就着身材一点战斗力都没有 并且我们也看到小胖子的体力也不行 仅仅跑了一米的距离就已经累得不行了 于是比克让两人赶紧解体重新尝试 听到这话的小胖子就难办了 询问比克要如何解体 这问题直接把比克难住了 尴尬的比克只好退出聊天群 坦言等30分钟后自行解体 于是小胖子直接被克林等人包围起来 瞬间就成为了众人的展览品 很快30分钟的时间到了 孙悟天和特兰克斯也自行解体了 这时比克让两人赶紧进行第二次尝试 于是孙悟天和特兰克斯再次做出融合动作 耀眼的光芒中再次闪现出一道陌生的身影 这次两人不再是小胖子 却反而成为小兽子了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再次傻眼了 就这身板估计随时都有领盒饭的风险 没办法的比克只能继续等30分钟了 很快30分钟的时间又过去了 孙悟天和特兰克斯开始了第三次尝试 这一次散发出来的气息非比寻常 就连比克也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号称最浪的赛亚人悟天克斯诞生了 因为刚才都是通过常态进行合体 比克打算接下来以超赛状态合体 结果悟天克斯坦言不需要 自己现在就足以打败胖伯欧 然而比克无论如何劝说 如何说明魔人不欧的强大 悟天克斯却一副听不见懒的听的模样 甚至坦言比克活得久了胆子都变小了 说完悟天克斯就腾空而起 直接朝着魔人不欧所在的方向飞去 突然胖伯欧发现自己的肚子凉嗖嗖的 愤怒的胖伯欧找到了出手之人 仔细一看正是快马赶到的悟天克斯 只见悟天克斯凭借一招隔山打牛 在胖伯欧的身上留下无数道拳印 随后又是一脚将胖伯欧狠狠踹飞出去 可没想到悟天克斯并没有趁机补刀 原因竟然是没有给招数起个帅气的名字 以至于被打得毁容的胖伯欧 趁机凭借强大的能力瞬间恢复如初 并且此时的胖伯欧已经被惹怒了 愤怒地挥出自己砂锅大的拳头 悟天克斯根本无法闪躲 紧紧一拳就让自己觉得骨头都碎了 就在这时胖伯欧又接连挥出竖道拳头 直接从天上一路将悟天克斯打入海里 可即便到了海里胖伯欧依然没有罢休 下一秒悟天克斯一副鼻青脸肿的模样 直接被胖伯欧拎了起来 满目凶光的胖伯欧 直接用铁头将悟天克斯再次撞飞出去 最终悟天克斯用试不到三分钟 就惨败在胖伯欧的手里很是狼狈 但是悟天克斯并没有被杀死 而是狼狈地回到了天神殿上 李克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让悟天克斯稍作休息 等会再以超赛形态进行合体 与此同时迷死他撒旦终于登场了 这一次撒旦再次被围移中楼 作为曾经打败杀戮的救世主 撒旦这次也扛起了打败胖伯欧的大气 为了防止有人看到自己的熊样 撒旦先将身后的两人支开 看到现场只剩下自己之后 撒旦立马施展自己的神级伪装技术 瞬间就成功来到胖伯欧的房子附近 随后撒旦忍着内心的恐惧查看了一下 却发现胖伯欧竟然不在家里 正所谓老虎不在猴子称大王 撒旦对着房子就是一顿输出 随后又是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气势 甚至还对着房子放了自己的毒气 撒旦的迷之操作直接让房子都无语了 可就在这时一个声音让撒旦原形毕露 吓得撒旦急忙跪地磕头道歉 当撒旦看清楚发出声音的试之蜥蜴时 气得撒旦直接将蜥蜴乱脚踩死 可下一秒撒旦瞬间觉得自己浑身凉透 一阵微风就能把自己吹散 原来是胖伯欧回来了 并且还朝着撒旦打招呼 早有准备的撒旦拿出一盒巧克力 坦言这是用来孝敬胖伯欧 看着胖伯欧一口口地将巧克力吃下 撒旦的内心无比的高兴 因为巧克力里被自己吓毒了 胖伯欧不知道巧克力里有剧毒 可没想到胖伯欧对毒性免命 巧克力里的毒一点效果都没有 趁机按下遥控器 一声巨响传来游戏机瞬间爆炸 然而撒旦不知道有烟无伤的道理 瞬间就被安然无恙的胖伯欧吓傻眼了 但是胖伯欧内心单纯 因为撒旦不但给自己送好吃的 还把好玩的游戏机给自己 所以胖伯欧也掏出自己珍藏的零食 就这样撒旦成功和胖伯欧建立了友谊 所以撒旦坦言要拍个照记录一下 单纯的胖伯欧直接趴在地上 撒旦凭借自己的智慧成功拯救了世界 因为有前几次的经验 这一次融合直接一把通过 强大的气息瞬间笼罩整个天神殿 比克更是震惊的脸色都绿了 因为是以超级赛亚人形态进行融合 物天克斯的初始形态就是超赛状态 比克健壮让物天克斯先熟练一下力量 可没想到物天克斯好了伤疤忘了疼 竟然又开始浪了坦言要找回面子 只见物天克斯花样是离开了卡琳塔 随后在海面上快速地飞行 强大的气息让海水为其保驾护航 紧接着更是用三秒的时间 足足将地球绕了九圈 追上来的比克都无比震惊 自己的速度竟然跟不上物天克斯 反观物天克斯终于找个地方停下 看到比克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跟上 物天克斯直接找个地方躺下来休息 二十分钟之后 比克终于找到了物天克斯 看到满头大汗的比克正在喘气 物天克斯都吐槽比克是不是身体序了 随后物天克斯坦言自己要去挑战波欧 把之前丢掉的面子找回来才行 说完物天克斯朝着波欧所在的位置飞去 很快物天克斯就找到波欧的家 然而就在物天克斯开始校正的时候 可体的时间突然就到来了 直接让孙物天和特兰克斯解体 两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后 下一秒就立马逃离了这里 听到动静的胖波欧出来查看 幸好有撒旦在一旁解释根本没什么人 胖波欧一脸疑惑的模样放弃了追踪